那么接下来咱们讲一点 这稍微复杂一点的 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NM Climb看啊 Connect的show 你看到啊 这一个设备一块网卡 它现在对应的有一个配置文件 是吧 可以给这一块网卡做好几个配置文件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的生产一线 可能也有这个情况 它可能在不同的生产环境里 得用不同的网络配置参数 比如说我在这个环境里 我可能需要这个IP是192段的 磁网研码是这个 是吧 可能我 比如说我这是拿个笔记本吧 我拿回家 可能我需要另一套生产环境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支持一个网卡对应多套配置文件 那怎么做呢 还是用这个指令 Connect 连接 Connect呢 我们这回是add了 不是mortify了 是add 添加一个网卡配置文件 呃 添加一个什么呢 add一个这个 conname conname就是咱们刚才说 就配置文件 叫连接嘛 连接名字 就是那配置文件名字 那conname你可以随便写 比如说你叫它什么呢 叫 呃 呃 这回咱们就叫它 呃 这个不是原来叫什么 en o 16 77 等会 1677 36嘛 是吧 咱们给它起个名字叫 en en o 什么什么这个 你就知道它是个新的了 是吧 那么 这个配置文件对应的是谁呢 ifname 对应哪个设备啊 对应这个设备 en o 什么什么这个啊 就是我这一块硬件设备 ifname 就是interface啊 接口的这个名字 硬件 device 这个设备 对应的一个新的配置文件 叫en o 什么什么这个啊 比较新的 咱们叫new啊 叫new en o 什么16 17736 是吧 然后呢 添加这个配置文件 后面你还可以写很多啊 你比如说你可以写这个 嗯 auto connect的 自动连接啊 让它也自动连接 是吧 yes 啊 等会儿 我说你不是多了个type啊 对还有一个类型啊 类型也必须得有 类型是什么呢 以太的啊 这个网卡是以太类型的啊 类型必须得有 那好 这个告诉你说成功的添加了 那你们nm contact的时候 你再看 你会发现什么 哎 这个配置文件就有了 但是这个配置文件并没有对应设备 那你看看这个位置底下有没有它啊 vm etc 下的sysconfig 像的network vm etc -sysconfig table两下 你看 配置文件是不是造出来了 是吧 但是现在这里边 你如果进去看啊 这里边 没什么参数 因为ip什么你都没设 对吧 那咱们得设好了吧 怎么设呀 还是用刚才指定啊 connect 然后modify 这个时候你modify 你modify是谁啊 new 什么什么这个 所以我说你注意啊 你connect的这个设置的 都是对这个什么 配置文件 是吧 new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设置它ipv4.method 咱们也是个menu 是吧 但是ipv4的address 咱们给它一个腰顶段的吧 网关也给个腰顶段的 是吧 dns 咱们给个腰顶段 是吧 好 然后呢 注意啊 你现在啊 这是两套配置文件 对吧 但是你这设备可只有一个 你如果这设备 连在哪个配置文件上 那就是哪个配置文件生效 对吧 你现在看设备 连在这个eno 这个配置文件上 那肯定192就生效 是吧 如果咱们把这设备 连到那个配置文件上 那肯定10那个生效 就是neweno什么那个 对吧 怎么给它连过去呢 nmclad connect 连接啊 这connect的指的 都是配置文件这种连接啊 当谁啊 你把这eno167736 原来那个配置文件 那个给它当了 然后呢 你这回在up的时候 你up谁啊 neweno这个 他告诉我 连接成功了 激活了 你看 是不是那套 new什么什么那个生效了 对吧 所以你就明白了 这个地儿 是device name 啊 你这个device 这个设备挂在 哪个配置文件上 它里边这参数 就是谁的 明白这意思了吧 啊 nmclad connect 手 eno 你去看 他也是 这个 两套都有 他这里边是这个 真正这个设备里边 两套都有 但是你现在生效的 是这一套 ipad.2 手 也是 我们去看 是这套新的 啊 那么 可以加多少呢 可以原理论上 可以加多个配置文件 啊 你在不同的城 呃 轻轻环境 你去切换不同的 就可以了 啊 嗯 这是这个 那么以及什么呢 咱们说的半天 这ipad.2 这个套指定 其实它也是一单独的 单独的这个 ipad.2 有的是缩写愿意用什么 ipas ad.r就缩写成个a了啊 这个呢 它也是可以网上直接添ip 也是临时的 你不是 现在你看我这个网卡 对应ip 是10.0.0.1 对吧 ipad.r 然后呢 呃 我爱的 添加 你看这个可以添加 添加 添加什么呢 添加 呃 ad.r 我dv o 就是后边还得是 再去那什么 这个 比如说 呃 1.1.1.1 -8 啊 ipad.r 说 你看 有这种方法 也可以给这网卡啊 在添ip ipad.r啊 当然 它跟那个 ifconfer的一样 就是它 在table的时候 就有点table出来 啊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意思啊 sys 你这个sysm control 我得start一下这个network manager 是吧 然后你再去看 你可以用这个啊 ipas 你再去看 它这个 这个从起码的 nm contact 你去当了这个inno这块网卡 不是 应该是当这个new的 咱们现在连的是这个new的这块 然后这个呢 up一下 new的这块 ipas 你会发现 那个也没有了啊 它也是临时生效的啊 等于说最最能说永久生效的 就是写配置文件 那么nmclin这套 是直接写配置文件的 这套呢 最靠谱 啊 ipad.r这套和ifconfer 这都是临时的用命令改的啊 他们是临时的啊 nmclin这套是写配置文件 这也是最推荐去用的啊 那么这是 咱们又讲了讲这个啊 怎么给一个网卡设置多个配置文件啊 那么 以及后边这些有的东西还很多啊 包括那个nmclin device 啊 手 也是我们来看设备名的 这个咱们也要用 用什么呢 这样 那既然connect可以有多个 就是它的一个网卡 一个硬件设备连接 文件可以有多个 那可以有多个网卡吧 也是可以有的 那咱们做这实验怎么做呢 你看 那要是真机 你就直接插块网卡就行了 虚机呢 直接在这填 填一块 什么呀 网络适配器 下一步 我给它 也处在这主机模式上吧 确定 处上了 呃 这个虚拟机12版的 就是从11版以后啊 就不用重启电脑了 它直接你新铁的网卡 它就认啊 新铁硬盘不认 再重启 新铁网卡直接就认了啊 你说我现在你看 nmclin就刚才 我nmclin device的手 是不是只能看着这是 一块网卡呀 你看再往底下没了 是吧 到头了 或者你可以怎么着 你直接搜索个关键4嘛 device是吧 就 但是现在你要再搜啊 你去看两块啊 1677 是不是还有一块叫什么 3355什么什么这个 是吧 这块就是新铁的 这块就是新铁的啊 但你发现它是 disconnected 啊 上面这块是 上面这块是 connected的 底下这块 为什么disconnected的 因为你nmclin connected的手 你手一下 你看 您这个 新铁那块 还没列出来呢 连配置文件都没有 那怎么办 你光有的 这设备都不行 你还得给它 配置文件 对吧 nmclin device 你是可以 收到它了 为了看得方便一点 咱们这样一批一下 杠二啊 因为那device 是大写的 你去看 是有这三块网卡的 对吧 这块是新铁的有了 但是nmclin connected的手 你还看不着 这块网卡 没有配置文件 那怎么办呢 你比如说 你就想把这块啊 你现在这块 不是复须一下的吗 你可以把这块 直接给那个 怎么给 mclin connected 然后呢 呃 这个直接给 还不好给 为什么 因为这个对应的 它配置文件 写的就是这个 但是可以加上去啊 怎么加 这么加 connected 然后呢 up up 谁啊 这个 这个配置文件 然后呢 硬件设备 硬件设备给谁啊 给这个 可以吗 你看 他告诉你 不是给这个匹配的 这俩不匹配 所以你还是手动 天 我考虑 然后add type类型 以太网的类型 然后呢 kownname 这kownname 你随便写啊 你可以跟这个 什么33 什么这个 一个名字啊 这儿 比如我写 跟他一个名字啊 然后呢 ifname ifname好说的 能 能table出来 这个 建一个这个 然后 然后呢 autoconnected yes 行了 这个就成功 添加了一个 配置文件 而且他是针对谁的 是针对这块 新款卡的 针对这块 新款卡的 这样的地方 那我们可能 kownnected 你才能收出来 是吧 他直接 因为是唯一的嘛 所以他直接就给他挂上 直接给他挂上 但是你现在看 看不到任何信息 为什么你还没给他编东西呢 你再再按 mclin 然后modify ipv4 modify谁啊 ino 什么333 这个这个 然后ipv4.method menu 是吧 然后呢 pv4.address 比如这个地址 咱们给他 要的 1.168 1.168 这个摸好啊 给他一个 1.168.100.22 比如说 222 是吧 24位的 1.168.100.1 是吧 然后 ipv4.dns 我们给他一个 1.168.100.1 1.168.100.1 是吧 connected 应该是 应该是 看 剩下了 是吧 你说你为什么不当啊 因为我原来就挂着呢 我原来就挂着呢 加一ip而已啊 直接up就行 当然你说老师 有的时候你这弄的 有的时候重启服务 有的时候当了up 我实在记不住怎么办 实在记不住啊 你就都执行一遍啊 其实理论上来说 就是规格局局走 应该是都执行一遍啊 我还没让你重启呢 是吧 那个更干净 一般来说是当了up 就能成效 但是有些的 跟配置文件相关的呢 你需要重启一下 那个服务啊 network manager啊 如果还不成效 有的时候就是得 这俩都干一遍啊 好 那么你看现在这个网卡 也有了一个 对应的配置文件啊 那通过这个实验 我们明白什么意思呢 就是机器里边 如果有多网卡的话 你不能让多网卡 去混着用配置文件 要给它造单独的 那么每一个网卡的配置文件呢 也是单独对应某一个设备的啊 它的这个名字 可以随便挤 这个叫con name 这一部呢 叫device啊 叫if name啊 这是咱们这一张啊 网卡啊 那么最后呢 还有一个图形化配置工具啊 这就不说了 因为咱们还是那块 Linux命令行的东西 是吧 图形化的东西用的很少 你知道有这么回事就得了啊 那么呃 这一张整体来说 就是配置这么些东西啊 好 好 好